国风国中美术班日前在花莲远东百货举行了画展和市集 同时他们把活动中的义卖所得10%捐给了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市长卫家宴肯定同学们的爱心和绘画能力 也感谢他们一起把花莲市善的循环传递出去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出京会日前与国风国中美术班合作 在远东百货花莲店举办爱有那么好看画展市集 并将活动中义卖所得10%要捐赠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那其实这一次的活动画展也是希望鼓励国风国中美术班的学生 有一个舞台跟平台让学生可以去就是有一个发挥 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大家看见被大家认同 那其中的售出的话的部分有部分我们有拿来做捐赠跟公益 那包含我们的协会就是这一次办了两天的活动呢 也有做出部分的捐赠做公益 那因为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市长跟我们的主席代表 真的大力的支持这个这一次的爱有那么好看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一起可以把它做下去延续下去 而市长回家燕除了肯定同学们的爱心与绘画能力 也感谢他们一起将花莲市善的循环传递出去 在这边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那其实也了解到这次参展的有20多位的孩子 那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更精进自己的画作 或许有一天他们是阳明立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那也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那也希望说学业上也持续的在努力 那我想花莲的孩子是最棒的 那持续的加油 随着时节变化 天气冷收收 同学们在此时捐赠公益所得雪中送炭 让这份散心与爱心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递 而花莲市公所也表示会善用这些资源 透过爱心平台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记者徐立琴华临时报道